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孟阳 由于世卫组织1月24日没有采取紧急措施 结果造成武汉肺炎的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 昨天1月30日 在多国压力之下 世界卫生组织终于把武汉肺炎的疫情 列为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仍然两次连续的冲申 说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共的不信任票 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共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 他还说 世卫组织不介意 实际上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行 贸易和其他限制措施 不知道这个谭德塞为什么这么提中共说话 而中共自己都承认事态很严重 前天 习近平再次喊话 坦言 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他要求中共的军队去支援地方的疫情防控 从习近平这个高密度喊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大陆的疫情很可能已经十分危急 甚至万分危急 原大陆卫生高官表示 疫情已经失控了 因为感染人数太多 中共的官方是有紧箍咒的 不敢给患者确诊 只能是眼睁睁看着疫情扩散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 习近平在29日第四次通过媒体发布声明 在坦言疫情严峻复杂的同时 他要求中共的军队要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 支援地方疫情防控 报道说 这是25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之后 习近平第四次公开对肺炎疫情发生 报道引述习的讲话说 湖北武汉等地区发生疫情之后 军队启动联防联控 抽组精兵强将奔赴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习近平高密度喊话 这就可以看出疫情已经相当的严重 有消息说 一名属于湖北孝赶的中共空军保障部军官 25日被确诊染病了 导致200名现役军人被隔离 这种消息在中共的部队当中 那是属于机密的消息 有消息人士表示 中共部队从24日开始就筹断了 海陆空医疗队进入武汉 但是军队被调派到一线后勤物资 和这个医护设备都是个问题 香港信报引述消息说 中共各地部队口罩等这些防护物资 是奇缺 隔离执行不彻底 军方防疫形势相当严峻 据一些兵员反映 部队给每个人指发了两三个口罩 英文的卫兵采购员等等 一些使用较频繁的人员 口罩鼻圈的位置都是黑的 防护效果那是大打折扣 甚至一些小单位 连这个体温表都没有 军事类微信公号新绿网表示 一旦部队的家属院当中 有人携带病毒 结果是极为可怕的 军队防疫的困难度不比打仗小 不过法广表示 目前还没有见到中共的军队 大规模接手武汉肺炎疫情的防治 文疫的始发地武汉 无疑是这次文疫的重灾区 一位化名叫王阳的女医生 告诉新情报 她所在的医院在1月22号 就被指定为是 收治武汉肺炎患者的一个定点医院 她所在的科室 也被改造成了输液室 她本人也从当天晚上7点 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可以休息 这一夜 她接诊了200个输液和留院观察的病人 她说整个医院都被看病的人给挤满了 到处都是污染区 没有干净的地方 而医护人员还是穿着普通的袍子 戴一次性的外壳口罩 帽子和手套去照顾病人 所有医护人员都忙不过来 当天夜里 王阳就开始出现头痛喉咙痛 第二天就出现了发烧 持续了几天 最终被确诊时肺部感染了 只能在家休养 她说每个科室基本上都管了武汉肺炎的病人 所以医护人员有一大批都被感染 王阳表示 医院的床位不够 设备缺少 防护不足 更严重的是 人手严重短缺 医生护士都得面对去世的病人 她说以前只是负责把医疗器械给撤下来 现在还必须承担收尸员的工作 我说到很多网友的爆料 因为时间和内容的关系 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选用 那这里要说的是一位武汉红山区人和路 欢乐大道的市民刘女士 她给西蒙看点发来的求助信 她通过自己就诊的经历 介绍了武汉的真实就医情况 1月19日刘女士开始低烧干咳 22日转为高烧持续不退 23日到普仁医院照了个CT 双肺出现多个小斑块 高密度阴影 还有胸膜增厚 所以确诊是严重感染和病变 在普仁医院的要求下 刘女士去了武汉酒医院就诊 医生又做了超敏C反应蛋白 指标超过正常人的近9倍 但是医生不收纳住院 说只收纳重症患者 轻度患者回家自行隔离 打完吊针的刘女士不敢回家 担心传染给家人 就在医院的大厅的板凳上坐了一夜 天亮之后去酒店开了个房间休息 等家人给租好了房子 刘女士才进行自我隔离直到现在 她说每天都拖着高烧的身体 东奔西跑 检查结果一次比一次加重 现在是高烧39度6 不退呼吸困难 但是每次申请住院 医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另一位武汉市民向我们爆料 也提到了这个武汉酒医院 爆料的视频中显示 因为酒医院不收治这个发热的患者 所以一些病人就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只好躺在医院大门外的地上等死 说到等死这个问题 中共官方通报说这个病的死亡率是2% 而柳叶刀提到了前99名患者的死亡率是11% 柳叶刀提到前99名确诊患者的死亡率 这是有一个背景的 因为之前中共有一段控窗期 十几天都没有更新它的新增病例数字 所以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那这是因为中共隐瞒疫情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的这个死亡率 为什么降下来了呢 大家想 11%这个数字 高于SARS大约10%的这个死亡率 很可能这是中共 大幅增加确诊患者的数字原因 那增加了确诊病例的数字死亡率 自然就降下来了 其实就是现在 中共公布的这个确诊病例 仍然是经过美化的 因为它根本不收治 一般或者轻微的患者 有网民曾经透露 很多医院是有关系 或者后门才可以住上医院治疗 杭州副市长周卫强 昨天在疫情防控记者会上说 有一家企业开了一个会 30个人里面 有11个人感染上了 前天日本从武汉 接走了206名日本的公民 其中有12个人染病 武汉市长周先旺说 被封禁在武汉市的人口有900万 我们无法统计真实的数字 但是可以看看网友的一些爆料 昨天有一位网友在推文中表示 武汉的一个火葬场 10个垃圾桶装满了装尸体的袋子 网友强调 这只是一个火葬场一天的量 武汉的全部火葬场一天得烧多少人呢 还记得29号我们提到 香港端传媒的那篇调查文章吧 汉口殡仪馆的14台火化炉 全天后运转 随时火化各医院送来的死者 一般的情况 火化炉处理一具尸体 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那照这样来计算 14台火化炉彻夜不停 一天就可以处理 112到224具尸体 早在1月中旬的时候 武汉的青山殡仪馆职工 就曾经发消息说 武汉火葬场每天全力运转 死亡遗体数量较以往暴增 说武昌汉口殡仪馆的停尸间 已经放不下了 我们知道26号 武汉的官方发布权威消息 说当地的殡仪馆的殡仪服务车 已经不够用 当局正在配备更多的人力物力 提高遗体接送的效率 得有多少人去世 造成殡仪馆的车辆不够用呢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我们只是采用了官方的确诊病例数字 那真实的数字 远远超过官方通报的这个数字 不说您也应该懂的 昨天身在北京的陈炳中 告诉大纪元 感染的人数太多责任太大 中共官方为了掩盖疫情的严重程度 在层层造假隐瞒 这位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表示 按照国际惯例 中共的官方第一时间 必须向群众公布疫情 他不但没有公布 现在还在继续隐瞒 陈炳中直指中共卫健委主任马小伟 在26号的那个说法是欺骗 1月26号马小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处于防控关键时期 陈炳中指出 关键期是在刚发病的时候 现在是严重的失控期 把失控期还说成是关键期 这是在开脱罪责 替中共辩护 本来是应该追究领导责任 现在还为他们歌功颂德 这是最让老百姓烦的 这位原大陆卫生高官 他认为到2月初 武汉肺炎感染者将达到 一二十万人 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潜伏期是14天 医生也发现人传人 当局还不承认 这一波一波传染下去 就可以推测 到一定时候就可以达到几十万了 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专家福克森 26号也再次更正了他的推测 他估计可能已经有十万感染了病毒 福克森说目前可能有十万个 病例也可能在三到二十万之间 陈炳中认为 武汉现在非常危急 内部人传出的信息说 病人多到抢救不过来 一床难求 而当地限制发放检测盒 不敢给病人确诊 有良知的医生不敢说 因为上面有紧箍咒 领导不让说 就眼睁睁看着疫情扩散 中共官方说 如果违反规定 那么就将追究法律责任 最高要判处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陈炳中说 如果都给检测出来了 那这个责任就大了 他指出 限制发检测盒层层造假隐瞒 很多人来不及治疗 延误病情得不到早发现早治疗 这个危机也是当局的大责任 人命贯天 他说当局抓的那八个所谓的造谣者 都是一线的医生 其中一人已经染病并且隔离 那八个人及时说出了真相 他们都是英雄 中共打击暴露真相的人 这是反人类呀 这是一场人为的大灾难 史不前例 真正造谣的是政府 掩盖真相的是上层的有关领导 他说他们是千古罪人 必须得追究他们的责任 陈炳中还表示隔离圈太大了 弊病太多 把上千万人封在城里 会相互之间传染 加重病情 交通都给断了 有病了没车无法去看病 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这种粗暴的隔离太不人道 这场大瘟疫 让许许多多人弹直色变 武汉封城之后 全国各地也纷纷出招 防止病毒入侵 相关的照片在网络上在疯传 图片显示 有人手持着红银枪 有人手持着武术大刀 在路口站岗放哨 有的用各种砖石土堆封堵道路 有的甚至把道路刨成钩 阻止交通等等 网上有这么一份 湖南湘衣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指挥部的文件 上面显示 针对武汉肺炎疫区 实施六级隔断指令 文件要求 与外县市隔断 县城与相邻相镇隔断 乡镇之间要隔断 村落之间要隔断 五场之间要隔断 互与互隔断 昨天 中共官媒新华日报 《交汇点》报道说 江苏省委书记楼勤俭 去了南京江陵区 葛向村和七峡区的画树村 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这两个村路口 站岗的民众要求 这一群陌生人赶紧离开 即使村民后来知道了来者的身份 也不让进村子 让他们快点离开 如果劝赴不孝 实施集中强制隔离 这项决定持续到2月8号 网络上有一张图片 是安徽淮宪清河相开的 买菜证明 上面写着 某某村民不属于感染肺炎的隔离对象 现因家中无菜 需至菜市场购买蔬菜 需通过卡口请与放行 落款的时间是1月29号 这个证明单上还住着 出行时间是10点50分到11点30分 如果超过规定时间没有返回 必须进行居家隔离14天 网上还有很多图片 都是关于隔离的标语 看上去斗争的味道很浓 像是文革又来了 比如串门就是互相残杀 聚会就是自寻短见 还有发烧不说的人 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今年上门明年上坟 还有什么今天沾一口野味 明天地府相会 口罩还是呼吸机 您老看着二选一 除来聚会的是无耻之徒 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 老是在家防感染 丈人来了也得撵 自我采取隔离措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阻止疫情的蔓延 但是粗暴的隔离措施 也可能会造成悲剧 网络的视频显示 有一名湖北襄阳的餐饮老板 因为受不了封禁的折磨 跪求上天保佑 说自己受不了了 有一位石家庄的朋友 给我发来了视频 据说是微信的朋友圈里面的 网友表示因为封村 一位老人没有亲人照顾 大年初二 邻居给送来了一桶凉水 还有一盒蛋糕 让老人支撑一个月 目前老人的情况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种情况 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昨天另外一位朋友 发过来一份爆料视频 让我的心更紧了一下 从视频中看上去 一名男子驾驶着 三轮车向前行驶 突然被什么东西给挂住了 直接飞落在车下 男子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三轮车向前滑行了一段距离 视频中有人说 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那根声 目前不清楚这个事发地点是在哪里 但是爆料人在文字中说 地方村镇封路 致人死亡 这是目前我们掌握的 因为疫情封路造成的一起最严重的后果 28号有视频显示 河里有一名武汉人 爬在一块木头的物件上在滑水 对面的河岸上有三辆白色的车 河边站着十几个人 视频中的男子介绍 河对面是湖南省 水中的人是湖北人 想偷渡过去 但是遭到湖南人的拦截 在自己的国家 竟然会发生偷渡的事 网友说 这必将载入历史史册 从武汉爆发肺炎疫情 也让武汉人实实在在感到人情冷暖 很多地方一听说是武汉人 人们都是进而远之 或者是立刻驱逐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表示 考虑到近日湖北 特别是武汉公民在海外遇到的实际困难 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 把他们直接接回武汉 华春莹的这番话 立刻引爆了网络 有网民说 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外交部出面 请求各国延长武汉人的签证吗 也有网民说 中国护照也许不能让你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但是绝对会把你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带回家 还有网民表示 中共这么做主要目的就是 要和各国撤侨的举动较量一下呗 你们外国人怕死 咱中国人就是硬要迎难而上 牛叉得很累 武汉人在外国究竟怎么样呢 有澳洲的网民是这么说的 新南威尔士州宣布 所有在入境之后发病 并被确诊的武汉肺炎患者 即使没有医疗保险和身份 也可以在公立的医院和急诊 得到免费的治愈制 不管你是学生还是游客 另外有消息说 日本政府对日本境内入院治疗的人员 不分国籍所有治疗费用 都由政府来承担 此外日本还为了表示尊重不公布患者的国籍 泰国的国际移民局也发布文件显示 免除中国游客 因为中国境内的机场关闭 没有办法返回而延期滞留泰国的罚款 那中共是怎么对待武汉人的呢 英德两国与中方在谈判撤侨的时候 中共是拒绝持中国护照的家属离开 因为隔离 交通阻断 各地的物资都非常紧张 特别是医护用品 现在您看到这个图片是武汉协和医院 刁先生昨天中午发出的一个告急 他说不是告急 是没有了 他说我们保卫武汉 请求你们支援我们 武汉协和医院再次求助 但是大家看看 武汉市慈善总会的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专项基金账目 在这个备案当中显示他已经筹到了款项 5亿5275万多元 但是以使用是零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消息 人民日报1月28号的微博说 山东捐赠武汉350多吨优质蔬菜 此后山东还会持续供应10到15天 但是1月30号 武汉市红十字会发出了一份郑重声明 其中说截止到1月30号12点 他们从未接受任何单位 任何个人捐赠的寿光蔬菜 更没有参与该批蔬菜的分配售卖 迄今为止 也没有收到过与此相关的任何现金捐赠 好的 感谢您关注 新闻看点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